人工能造出宝贝 还有用泥土烧成金砖 三十年前 北京故宫大修 金梅全烧制的一百五十块金砖 就铺在昆宁宫大殿外的走道上 沿着大运河南下 直到金砖的来处 苏州陆牧 六百年前 明城祖朱棣迁都北京 建造紫禁城 玉瑶金砖因此名扬天下 瑶户林立是曾经的圣经 被朝廷赐名的玉瑶 却得以留存至今 我叫金伟全 今年六十八岁 玉瑶金砖制作工艺的 第五代传人 因为我年纪 从一种年代上去 干不动的 我没有儿子 如果要传下去的话 只有教女儿这班 我从小就给父亲做金砖的一些下手活 我好不容易考取的示范 不用再做这么又苦又脏又累的活 然后你现在又要叫我回去做金砖 所以我说我不愿意 我还是要做我的老师 如果说你不来进本 这个玉瑶金砖的主持工艺就是船 我们就是罪人 冬起春来 炼泥制砖的劳作季又开始了 做了十五年教师的金锦 在三十五岁那年 成为玉瑶金砖厂的亲掌门人 每天跟随父亲熟悉制砖工序 一个恢复古法制砖的计划 在她脑海中呼之欲出 其实我到了墙里面 我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难题 就是当时做的金砖 它只是一些普通的稀料方砖 还不能称作是金砖 因为不是按照以前 给皇宫做砖的工艺做的 那我跟我父亲就商量 古金砖的制作记忆 要把它复免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传承 炼泥是金砖制作中 最耗时费力的一道工序 尽管有机器可以替代人力 但传统的制砖方法 依然被老金这一辈人坚守 在第一次失烧的时候 你如果说那个气泡多的话 会容易裂 不能够有小气泡 方法就是要反反复复地 从不同的角度去揉 你就能够彻底地去除小气泡 古法制作金砖 要经过29刀工序 每个细节都关乎金锦计划的成败 从绿浆 纸坯 晾晒 再到装摇 一道道严谨工序 在机械转换中持续进行 老金更是寸苦不离 最后八块是吧 最后八块 这块要减点好的 全部好的 皮纸上边一定要粘个八块 不能忙活 每年的秋收时节 也是周师傅最忙碌的时候 从开炉那天起 周师傅要连续几个月 待在窑里看窑天火 不过用道坑烧了几十年砖摇的他 这一次遇到了新挑战 我父亲做金砖 他是用一种燃料来烧制 所以当时我决定要四种燃料 来进行金砖烧制的时候 我和我父亲就是有着很大的争执 我一直跟女儿说 用大坑烧药 虎厚 药师傅有把握 但是四种燃料 烧药师傅也反对 他们有没有把握 烧得不好 他们也要付出 爸爸要不我们来试一下吧 对 女儿的坚持 让金梅泉最终做了让步 炉火 绵延烧了整整四个月 一年的努力 都将在这最后一道工序中 点土成金 然而 古法烧制金砖 远远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开窑检验的结果 让满怀期待的金井 十分沮丧 这个砖看来 年轻还不到位 以后还是要少做 我们复原的过程当中 有一块成功了 就表示我们按照 古法复原成功了 不是说试了一次 看到它成频率不高 我们就全盘否定了 水火相继 变土为金 坚心研制古法金砖 在第八个年头 金井 终于达成所愿 在2015年 国家陶瓷质量检测中心 进行了一个 七效数据的检测 给我们的结论是 按照古法做的 新金砖 已经达到了 古金砖的质量标准 也就是说 我们按照古法 重置的金砖 完全复原成功 所谓师徒 就是从心出发 向古代学习 才能更好地 致敬今天 视为考验 如砖入窑 师徒 就是共同修炼